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我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英如 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期盼让我们再次透过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 听听别人的故事 也想想自己的生命 记得每一次参加同学会 和大家聚在一起 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特别谈到以前班上所发生的事 这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 心里就会浮现他们的面容 回想起他们曾经说过的话 随着年岁的增长 昔日师长的教导和关怀 也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养分 老师在每一位孩子的生命里 占有独特的位置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一位懂他的老师 来帮助他 去发现孩子的优点 帮助他能够面对生活中的难题 能够建立健康的自我 然而我们看现今的教育环境 却是每况愈下 身为一位老师 该怎么去面对教育上的困难 还有学生层出不穷的问题呢 今天的原彩飞扬 英如为你邀请到了一位老师 陈忠霖 她曾经夺得2012年的特殊优良教师 她在国小任教许多年 为了接近孩子帮助他们 她运用各种巧思 创意 用魔术 让学生在学校的学习变得活泼 有趣味 她说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跟学生一起创造许多爱的故事 她也说 我可以不断地保有那一份教育的热忱 是因为我的心里面有一份爱 这份爱帮助我 不忘初衷 今天的云彩飞扬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陈忠霖老师的生命故事 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 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陈忠霖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忠霖哥欢迎你 谢谢音儒 还有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忠霖 忠霖哥很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分享你的故事 请忠霖哥稍微做一些自我介绍好吗 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啦 还有你的家庭 我在国小成为老师 将近18年的时间 我主要是担任国小的导师 组长以及主任的工作 几乎每天都跟孩子在一起 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 老大 儿子 还有我们家小的女儿 所以我们一家四口 而且呢 如果听众朋友 你是有长期在看基督论坛报的话 我想你对陈忠霖这个名字不太陌生 谢谢 陈主任你的文章常被刊登在报纸上面 是 我自己本身喜欢写一些文字 我觉得文字工作 历久明星 不管是我过去写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小传 或者是写我自己在校园当中 一些爱的故事 感人故事 我觉得写这些文字下来 不但是激励自己 给自己一个提醒帮助 过去很多的宣教士 他们如何在生活当中 活出真实的信仰 我就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透过阅读宣教士的传记故事 把这些传记故事内化之后 把它撰写下来 撰写完了 我也希望这些宣教士的故事 能够反映在自己的职场 家庭当中 所以呢 就在自己的小学职场上面 我和学生一起互相学习 然后我也把我的信仰 告诉这些孩子 告诉我的同事 让我们在工作当中 可以经历到上帝 我自己也觉得蛮奇妙的 以前在看基督论坛报的时候呢 也会读到仲林哥你写的文章 结果没想到今天有机会 真的来访问你自己的生命故事 那谈到说在学校里面 怎么跟你的同事啦 还有跟这些孩子们相处 我觉得特别谈到 跟学生的互动好了 总觉得好像 孩子对于老师啦 会觉得好像有点距离感 你是怎么样跟孩子 拉近距离的 让他们觉得说 你是一个很好 亲近的一个老师 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微笑 看到学生就经常微笑 而且如果可以拥抱孩子的话 我通常都会抱抱孩子 抱抱孩子会让孩子觉得 老师你没有那么的有距离感 可以让孩子跟你的关系 逐渐被建立起来 那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我经常会蹲下来看孩子 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 因为我长得很高 有177公分 我每次看那个小小孩呢 他们看我的样子 可能是像在看剧的吧 所以我常常要蹲下来 抱抱他们啊 跟他们聊聊天 跟他们问声找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 跟学生经历一个 友善关系的方式 当然我还有一个小peeple 有一个绝招 就是我自己会变魔术 学生就觉得很新奇 想要知道魔术到底怎么变了 老师你可不可以再多变几招给我看 我甚至把变魔术当作是 给学生的一个庆祝奖励方式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做了哪一些的活动之后 老师就变魔术给你们看 所以透过刚刚讲的微笑啊 亲近啊变魔术啊 在学校当中 还不少学生喜欢钟灵老师的 真可惜啊 今天我们是广播节目 不是电视节目 不然呢 就请钟灵哥也现场 跟我们变个魔术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一保眼福一下 你在102年的时候 还得过特殊优良教师奖 是 那一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其实我在民国101年的时候 学校就是武华国小的老师呢 大家都还蛮肯定我的 就经过学校的推荐 参加当年101年的 特殊优良教师的选拔 当年人才积极 所以我落选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机会是给 有充分准备的人哦 我今年落选不代表 以后没机会 隔年102年的时候呢 在学校的老师呢 又很肯定我 他说钟灵去年哦 没有选上 没关系 今年我们大家在投票 在拱你出来 代表学校的老师 参加102年的 特殊优良教师 新北市的选拔 特殊优良教师 其实本身就是 所谓的师夺奖啊 这一次我真的很用心 在准备了 他有很多的文字资料 需要做填写 资料其实是开放式的 也就是你要把你自己 过去所做的教学的历程 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过去有哪一些 跟孩子的故事 把它呈现出来 我当时候非常感恩的是 因为过去在基督教论坛报 经常有机会可以投稿 这些投稿的文字资料 其实就是很好 征选特殊优良教师的媒材 我就把这些故事呢 整理之后装定成册 这还只是第一阶段的 文字资料书面审查 后来实地访式的委员呢 就跟我有交谈了 他问我有哪一些特别的故事啊 我当时候我记得 我跟委员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我参加特殊长教师的甄选 我是用导师的身份 不是行政人员 不是组长或者是主任 我是用导师的身份 当时候我带了一个中年级的班级 班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姑且叫他浩浩 浩浩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在开学前 我就和学校的特教老师 家长孩子 我们坐下来 好好聊这个孩子的状况 我们知道这孩子 是需要被帮助的 这孩子进到我的班 我让同学们接纳他 他不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他只是一个需要 我们多关心的孩子 我跟委员说 有一次浩浩 他因为有自闭症的状况 自闭症通常会有三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他行为固着 固定做某一件事 第二个就是他的沟通困难 第三就是他有社交障碍 那我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有一天啊 这个浩浩去图书馆拿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是一本漫画书 但是他非常喜欢看 他还带回家看 带回家看不打紧 他连晚上睡觉都会盖着棉被 躲在里头看 这就不太好了 他妈妈也很伤脑筋 可是收起来 对他来说 因为他已经有行为固着了 他非看不可 不然他就会生气发怒 然后就大呼小叫 我就问特教老师 我该怎么办 特教老师跟我说 应该让孩子看 但是要有节制 他只跟我讲了这个原则 然后该怎么做呢 中林老师 你自己想想办法好了 我记得那一天 我就开车回家 在车上啊 我跟上帝祷告 上帝啊 我没办法 你告诉我 我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这个孩子 不然他每天 就是一直拿着那一本漫画书 我实在没有办法 上帝你给我办法 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灵感 就那么灵光一闪 给他看 但是一次不要看整本 一次给他看一页就好了 我说真的 那我隔天我就试试看 隔天我就到学校的图书馆 我跟图书馆的志工阿姨说 架上那所有同样的那一本漫画书呢 全部测下来 可不可以通融 因为这个浩浩这孩子比较特别 免得他会一直徘徊在图书馆里头 都不肯回教室 我就把其中的一本呢 借回去班上 我就把整本引印 我说浩浩 你一天可以看一页 你看完这一页 放学回家的时候呢 就交给老师 隔天老师给你下一页 这样子呢 我们达成协议好不好 浩浩听了之后 非常的开心 他说好 他确实也这样做了 所以他在家里就不会再出现 一直扒着那一本漫画书看 而且愿意听从老师的吩咐 我把这个故事跟委员们讲了之后呢 委员们非常的肯定 而且他觉得 我是一个认真的老师吧 那一年就很荣幸的 把特殊一辆教师这个奖项 帆给了我 其实这个也是所有 我服务的学校的老师们的功劳 我不是一个人在做事 我还有学校的基督徒老师团契们 我们一起为孩子祷告 我还有学校的特教老师们 给我一些原则方法 让我知道可以怎么做 更重要的是 我还有一位上帝 这位上帝给我灵感 让我知道怎么样照顾孩子 这每一位孩子不应该被放弃的 应该要创造他们的成功经验 这成功经验 谁来带领呢 就是老师 所以我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我用一个小学老师的身份 虽然人家觉得 你为什么不教国中高中 甚至有机会读博士 教大学啊 我说不 孩子小 他们的奠基非常的重要 我要坚持守在我国小老师的身份上面 这是一个能够打造一个孩子生命根基的 非常重要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带领他们六年的时间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扎根 做修剪 做浇灌 不是只是一个在传递知识的一个工作而已 那我相信在台湾 现在的这个教学的大环境 很多的老师可能都会面临困难 不论是少子化 学生越来越少 或者是怪兽家长的出现啦 直升级家长的出现啦等等 所以常常听到有些老师说 哇真的是教不下去了 钟灵哥 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种教不下去的情况 那你觉得你的那个信念 动力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过去18年的教学职场的生活当中 我其中担任导师有五年 另外有13年的时间 担任组长主任的工作 在所谓的行政处事历练 我觉得当所谓的基层导师 格外的不容易 每天都跟孩子相处 而且有忙不完的杂事 这些杂事 不管是小孩子互相争吵 纷争 打小报告 告状 各样的工作啊 就让老师忙得焦头烂额了 我自己是在当导师的时候 也遇过了一些教学上的低潮 有些孩子实在是行为偏差 我想到要去学校上班 我就觉得好累哦 假日什么时候才赶快到来 但是我后来转个念头 我觉得这些孩子 之所以状况多 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人去关心 而且就是这一些所谓状况多的孩子 他们的故事才多 他们的故事等着人去挖掘 我转个念头 我觉得太棒了 我有故事可以写了 我可以把故事写下来 那太好了 那这故事呢 我不是就把它摆在那边 我要去挖掘 而且我要跟他一起去创造这故事 所以我把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 找来做了一些的辅导工作 我记得有一年 有个孩子高年级叫做阿文 这阿文 学校也是觉得他是个头痛的小孩 因为他课业不佳 然后又有偷窃 送到辅导室之后 辅导室的老师就问我 钟林老师啊 你可不可以担任这阿文的任福老师 这个孩子需要被帮助 你可不可以接下来 我说太棒了 我可以当任福老师 这是我何其大的荣幸 我就是喜欢当任福老师 没问题 这孩子交给我 其实我没有受过所谓 很学术性的諮商辅导 但是我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 圣经就是我最好的 资商辅导的手册 我就按照圣经怎么教 我就怎么帮助这孩子 这阿文每个礼拜五下午 就会来找我 我就跟他一起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在一起吃喝玩乐 我会买一些小点心 或者是我们一起动手DIY 做果冻啊 做布丁 阿文这个孩子啊 是一个男孩子 他也很喜欢 他说来这边吃吃喝喝 太开心了 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两个人 单独的吃喝时间 但是我们不是只有吃喝啊 我们就开始聊生活状况啊 我通常不会给他太多的建议 因为如果太多的建议 你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那就会落入另外一个导师的身份 我就静静听他说 我就听他说 说完了之后 我会问他说 那接下来你该怎么办 不是我要你做 是接下来你该怎么办 有一次他偷了一台脚踏车 他说他很想要 因为家里没有 所以他想要 他就去偷了一台 他跟我讲了 而且他非常的战战自喜 因为主人没有发现 我听了之后 当然觉得很难过啊 我说这个偷窃 脚踏车的主人一定很伤心吧 如果你是脚踏车的主人 你会怎么想 他那个时候也不置可否啊 他也没多说什么 但是我可以从他的眼神知道 他知道偷窃是不对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想到了 偷窃是一件罪 罪呢 不讨人的喜欢 也不讨神的喜欢 这样子好不好 中林老师呢 带着你一起做个祷告 教你怎么样认罪 我就带着他祷告 我说 亲爱的天父上帝 阿文前几天偷了一台脚踏车 这台脚踏车不是他的 他很想要还给他的主人 可是他怕他的主人知道 然后把他送到警察局 可不可以让阿文 把脚踏车还回去 让他知道 偷人家的脚踏车是不对的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就带着阿文一起做了这个祷告 阿文也很认真的眼睛闭起来 双手合起来 跟着我一起做祷告 我相信上帝 有把那个感动放在他的心里 因为先感动老师 因为老师 自己哭得稀里话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故事 本身不是我带给孩子的 其实是孩子带给我的 刚才钟灵哥在分享这段故事的时候 自己眼眶都红了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往往是跌跌撞撞的 需要一位天使 在他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他 那不知道钟灵老师 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样来认识这个基督信仰 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 我想就从你的原生家庭开始谈起好了 当时候家里有什么信仰吗 我在还很小的时候 我们家其实是拜拜的 初一十五的时候 或者是重要的民俗节日 家里面就会烧纸钱 当我读了小学之后 我的母亲被教会一位阿姨介绍 进入了教会 我的母亲成为一位基督徒 她就带着我和我妹妹 也进入了教会 我觉得我有一位信仰很坚定的妈妈 我的妈妈呢 在教会里面是个很单纯的人 教会说 你有一双儿女 来担任主日学老师 最适合也不过 我妈妈就这样子成为主日学的老师 是 那时候妈妈因着这位基督徒的阿姨 带领她去教会 可是妈妈以前好像是有神必败的嘛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 怎么会这么单纯的就愿意去教会啊 我妈妈出生在北港 北港是个民间信仰非常昌盛的地方 所以我妈妈从小的时候也是跟家人拜 等到她结了婚 她还是继续拜 逢庙就必拜啊 我觉得她在找寻一个真实的信仰 不然她不会这样千里迢迢 这个庙也拜 那个庙也拜 的确 认真找寻信仰的人 她真的找到了 上帝为我妈妈开了一扇门 这个门就是救恩福音的门 让她进到了教会当中 我妈妈进到教会当中 她坚定地认为 这个信仰就是她找寻已久的信仰 这是一位真正的神 是可以值得交托一辈子的神 所以我妈妈就在教会里面定了下来 找到她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我觉得我妈妈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她愿意做很多人家不想做的事情 她开放自己的家庭 让其他的小朋友来我们家 这个事情呢 在我小的时候 至少在我们家这个社区 很少会遇到的状况 因为礼拜三下午小学生不用读全天 礼拜三下午都是放假的 我妈妈让孩子来我们家做什么呢 开一个所谓的周三下午的儿童主持学 那个时候叫做喜乐团契 我还记得当时候 每次要上课就会唱一首歌 我唱给各位听众听 欢迎欢迎到这喜乐团 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星期三的下午欢迎你来到 欢迎来到喜乐部导团 这个是喜乐部导团的团歌 好可爱哦 就是那个时间然后开放家庭 带领小朋友 让这些孩子们有个地方可以去 是 然后又可以唱诗歌 又可以认识上帝 是 然后有点心可以吃啊 很欢乐 那你自己在这个团契里面 我想也一段时间了 你觉得你对基督信仰 有更多一点的认识吗 坦白说我那个时候年纪小 我对圣经 对耶稣的认识 非常的淡 坦白说就是不清楚了 圣经里头的主耶稣 我好像是应付他的 那个就是妈妈带给你 然后叫你要去参加教会 就这样子而已 我考上高中之后呢 在高一升高二的那一年暑假 教会给了我一张报名表 那是校园团契所举办的高中福音营 当时候全教会就只有我一个学生参加 而其他的学生参加这所谓的福音营呢 都是以学校为单位的 我当年读的学校是华侨中学 只有我一个人报名参加 所以我等于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去 但是好在我一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 我被分到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的人员非常的多 我印象很深刻 记得来了三十几个吧 进到了这个小组 我发现这个小组的同学们 弟兄姐妹们 关系之热络啊 对于信仰之追求啊 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 我觉得我的信仰过去好像是不冷不热 对于圣经根本就一点都不熟悉嘛 营会结束之后 我回到了教会 教会当时候有一位神学生 廖赵薇 赵薇姐就告诉我 宗林啊 你现在营会结束了 想要带你查考圣经好不好 我那时候满腔的热血 我说好啊 没问题 赵薇姐就跟我说 那我们来一对一查考圣经 那我们来查考罗马书 我也一口就答应说 好 其实我根本就不懂了 罗马书是什么东西 你也很顺服耶 他邀请你 你就愿意答应他了 是啊 我觉得我还蛮单纯的 是 我觉得其实 钟灵哥你跟你的母亲很像耶 我觉得你的母亲也是很单纯的 就来相信上帝 很单纯的愿意加入服事 而我觉得你也是很单纯 但我觉得单纯就是蒙夫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袁采飞扬 我是音儒 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 要继续来分享 陈中灵的生命故事 曾看过沙漠里有江河 曾看过时风里有鲜花 看过时风里有小雨 只要有山在凡事必成 曾看过着夕里有小雨 曾看过冰山里有草原 看过时风里有小雨 看过小雨 看过小雨都能看见 只要有山在凡事都能 我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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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必成 我有你 我有你 凡事都能 我有你 我期待每天看见奇迹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我期待遇 在你的楼 今天为你 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陈中灵 中灵哥 我们在上一段呢 分享到你高中 参加了一个福音营 看到其他的学生 这么用心的追求这个信仰 那我也要来认真一点 是 结果没想到 离开了福音营之后呢 教会就有一位长辈 就邀请你说 那我们就来 一对一的读经好了 而且还从罗马书开始读 那时候基本上我想对圣经 不是很熟悉 那开始读罗马书之后呢 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读罗马书 其实当时候真的是一窍不通 但是我还是跟着赵薇姐 这位华神的神学生呢 一起认真查考 他给我一个工作 就是每一次请我读两到三章 读完之后 在礼拜天的上午九点钟呢 到他家跟他做分享 其实我没办法分享些什么 因为真的是看不太懂 那个时候只记得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读到的 觉得特别有感动的字句 用荧光笔画下来 我记得我那一本圣经呢 上面有很多的绿色荧光笔 那一本圣经我现在还保留着 我读了一些什么内容 坦白说现在早就已经不太记得 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就是 那个陪伴的关系 赵薇姐愿意花时间 来陪伴我读圣经 其实这个也影响到我后来成为老师 去陪伴孩子 孩子有状况 需要人去陪伴 我知道大人的时间 其实是蛮急促的 不太能够等待孩子 因为孩子做事实在是 跟大人比起来太慢了 等不急的状况就是容易生气 发怒 这个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警惕 我要常常提醒自己 孩子需要被等待 等他说话 等他走路 等他奔跑 等他做他该做的事情 不是一个长辈 一个大人在后面一直催促他 成语说的压苗助长嘛 一直拉一直拉 没有功效的 所以赵薇姐他带着我做 他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 他就是让我跟着他读圣经 不同的地方可以告诉我 那个陪伴的关系 我到现在还记忆有心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学校 也会在跟我的高中同学们 分享救恩的信息 告诉同学我是一个基督徒 在生活当中 在学业当中 我有一位上帝可以帮助我 我为什么觉得需要上帝的帮助 我其实在考高中联考 是失利的 我国一国二的成绩非常的好 当时候还有学校的排名 我的排名其实是算顶尖的 但是后来国三那一年 我成绩开始慢慢的下滑 那时候学校给同学们的压力 其实很大的 早上七点钟到校就开始消考 下午放学之后不准回家 吃完晚上的便当 留在学校读书 到九点钟才让你回家 那一年我觉得那个是个很可怕的回忆 为什么呢 我们老师要求我们要用功读书 而且分数至上 未达标准80分 甚至90分 就一分打一下 我和同学被打的真的是惨不忍睹的 每次看到我的手心 都是一条一条藤条的淤青 同学还会拿那个万金油给我 说你擦一擦 下一节还要被打 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 该怎么办呢 我们想到一个好方法 那个方法叫做作弊 所以我就和同学开始串联 地址条 甚至有的时候光明正大 整张考卷都给同学拿去抄 他抄你的 我抄他的 大家胡乱抄 反正分数至上 那一年也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天 几乎都在学校 我那一年没有去教会 那一年是我一个信仰的黑暗期 因为作弊的关系 我高中失利 我没有考好 我原本期望考上的学校 并没有达到 但是我感谢上帝 让我在华侨中学 我可以经历神 我的同学全部都是合唱团 因为我们是合唱班 我这个合唱班的同学 大家感情非常的好 我在想如果我在别的学校 或许感情没有这么好 因为至少我的国中同学 之间的感情 同学的革命情感没有那么好 但是高中一直到现在 我们都还有在保持联络 虽然看似联考失利 但是上帝给我另外一个祝福 在当中 中林哥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我是在国山那一年受洗的 我之前有提到我国山那一年 不是我的信仰黑暗期吗 就是我那一年几乎都没有去教会 礼拜天还要跟着同学到学校 去那边考试写考卷去读书 我的母亲告诉我一件事情 她说你对于这个信仰是确定的吗 我很肯定的跟她说 对我是确定这个信仰的 我是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助 她接着问我说 那教会现在有一个受洗的典礼仪式 可以报名了 而且你符合年龄的资格了 问我愿不愿意 我那个时候心里想说 我当然愿意啊 我在信仰的黑暗期里面 需要找到一个福墓 这个福墓就是主耶稣 1990年的4月15号 是我的受洗日 我在复活节那天受洗 是所以是受了洗之后 高中才去参加那个福音营 是的 然后开始有一个信仰的大药禁 对其实受洗只是一个刚开始 它不是一个结束 所以我受洗之前的信仰生活 是很惨淡的 后来才开始有一个大药禁 你用惨淡来形容自己 就不冷不热的状态 也是搞不太清楚了 茫茫然的一个状态 对的 是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 真的很需要天使 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可以走上正确的路 中灵哥 你现在也成为很多学生的天使 引导他们走正确的路 感谢上帝 在认识基督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 跟一般的宗教很不一样的是 为什么会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 是 不知道中灵哥自己是怎么样体会到这件事情的呢 参加高中的这个福音营 我对信仰开始了有一些的追求 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提到了国三那一年 那一年都在作弊 我其实不愿意作弊的 我心里非常的挣扎 但是我的肉体实在是软弱了 因为我的手心被打得真的很痛 而且同学之间互相的怂恿 中灵你的考卷借我看一下 你某颗分数还蛮不错的 你那一颗一定不会被打 你那一颗的考卷就借我们看 没关系 我另外一颗也可以借给你中灵看 就这样做交换 其实那个心里面有很大的罪疚感 非常的挣扎 我升上高中之后 我决定要放弃这一切 我从今以后绝对不再作弊 那个罪的控告不可以一直在我的身上 因为信仰的追求的关系 我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上帝啊 从今以后我不要再作弊了 我不要再被罪这件事情了 控告着我 我知道我所信的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不止如此 他流出宝血 洗净我所有的罪 包括我那作弊的罪 我突然之间 我觉得整个人释放开了 那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 从今以后 我成为一个所谓新造的人 被重新翻转过来的人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是我想要去经历的 在这个状况当中呢 更多在圣经话语上面去阅读 我也跟同学做分享 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三那一年 坐在学校的宿舍 同学整晚通宵 大家就来念书 读到晚上凌晨一点两点的人 比比皆是啊 因为大家都要拼大学 而且大家想要读一所好的大学 国力的大学 可以替家里面经济省一点 我的目标当然也是这样子 但是我多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在读书之前 我先读圣经 求上帝赐给我智慧 让我今天晚上读的书呢 能够放在我的脑子里 融会贯通 接下来我就要交给上帝了 我不要像我国中那三年一样 是靠着自己 把分数交在自己的手里 把未来交在自己的手里 我以后要交在神的手里了 而且我想透过读圣经 也可以安静自己的心 有这个平安 因为很多人都在冲刺嘛 但是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没错 那你刚才特别说 求上帝赐给你智慧 能够考取你理想中的学校 后来有考取理想中的学校吗 因为我发现上帝的带领 往往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 对 上帝的带领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很严谨 正式的现象测验 我只想说按照我的想法 似乎读一个商业管理的科系 或者是读一个商业设计 有关于美术艺术方面的科系 听起来不错 而且管理人嘛 蛮威风的 或者是美术画画 设计这方面也是我一个兴趣 这些都可以当做我的一个选项 那考完大学联考之后放榜 那个成绩又像当年我考高中 又是差强人意 上不上下不下的 那个成绩刚好卡在国立大学 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之间 我那个分数呢 到底可以上到什么样的学校 我自己没一个准 倒是我周遭有一些的长辈们跟我说 你的分数可以读师范学院 我后来就到处打听 人家就说啦 读师范学院以后啊 就是要当小学老师啊 读这个学校呢 完全公费 不但不用花你任何的费用 而且学校每个月还给你三千多块的零用金 每个学期还给你制装费书籍费 多好啊 读这个学校好像就是合乎我的意愿一样 可以为家里省钱 但是其实我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条 教职的路 我当时候在选田自愿其实还蛮挣扎的 我后来为什么愿意在我的选田志愿卡上面全部都填师范学院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想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不是在小的时候是主日学的老师吗 在家里还开放家庭让小朋友来我们家 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妈妈还去公园传福音耶 带着神学院的学生带着我 我们那个时候就坐着教会的福音车 搬着板凳 我妈妈负责招揽公园的那群小朋友 然后为他们讲故事 神学生就负责带唱诗歌 我高中生我什么都不懂 我就负责排椅子 让那些小朋友就坐 做一些杂物 原来我妈妈从我以前还小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位老师 教会的老师 上帝似乎要把这一棒交给我 让我成为一位小学老师 在小朋友的身上来见证上帝 来见证福音 所以想到了这件事情 我在我的志愿卡上面就填下我九所师范学院 我从北一直填到南 我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惩罚 这也不是失利 这是一个祝福 上帝祝福我 祝福我成为一位老师 而且在学校当中 在试院当中 我真的是得到了很多 不是说我想要学有关商业管理的吗 上帝在我成为试院生 也教了很多管理学啊 管理小朋友啊 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那我不是说我想要学商业设计有关于美术吗 我在学校也上了美劳科教材教法 这一些可以交给孩子啊 你看一个科系一个学校 上帝把你想要的这两个管理跟艺术方面的东西 全部一次都给你了 哇哪有比这个还好的事情啊 是而且也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魔术嘛 是 教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可以去学习 用魔术来传福音 是 所以好像看似原本的不顺利 但是当你踏上神为你预备的那个道路的时候 你发现神都帮你预备了 你所需要的你想要的你期待的都帮你预备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多的经历 其实我知道钟灵哥你读了师范学院那四年 也是你信仰往前迈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知道你在那个时候遇见了两个很重要的人 你在他们的身上你有什么样的学习 我先谈谈朱顺词朱姐好了 朱姐是个很特别的宣教士 朱姐呢住在教会的宿舍当中 经常开放她的家庭 让我们这一群诗愿生去她家 去她家吃吃喝喝 把她家呢就当做我们大家的家 朱姐经常会跟我们寒暄啊 聊聊大小事情啊 在信仰上给我们很多的兼顾造就 我记得还有一年我们还一起 有几位弟兄姐妹早上在教会一大早查考圣经 七点就来到教会 我觉得那是我信仰一个成长很大的关键期 另外一位就是宋安娜宋姐 宋安娜宋姐是一位挪威的宣教士 挪威听起来好遥远啊 一个北欧寒冷的国家 宋安娜宋姐啊 或许是因为她来自北欧这个国家 做事情非常的坚持 以我自己来说 我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个性 没有逐渐 人家说好我就好 人家说不好 那我就跟着不好 我的性格当中 经常有这种反复不定 举其不定的状况 但是我看到宋姐她做事非常的坚持 对信仰尤其如此 有些很需要坚持的事情 她绝对不会妥协的 尤其在信仰上面 是 看到你所写下来的故事 也是在大学的那四年 你跟着这两个宣教士的身边学习 你给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志向 就是你要做一个传福音的老师 是 当老师 我觉得身教总是比言教来的重要 一个老师有好的身教 孩子都看在眼里 这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主耶稣在圣经当中 一字贪子 他让瞎眼的都看见 听起来似乎是很神迹式的 但是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神迹 这是一件活生生 真实存在的一个事情 主耶稣的榜样 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要效法主耶稣这样子 以他为榜样 成为一位传福音的老师 为什么要传福音呢 这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大力 上帝要帮助我 上帝也要帮助这群孩子 我告诉这群孩子 我是一位基督徒的老师 我告诉我的同事 我是一位基督徒的老师 我告诉身边的人 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位基督徒 这其实就是在周遭的人面前 来见证 我是以神为荣的 我不用偷偷摸摸的信 这个基督信仰 我不仅光明正大 我还要跟人家说 这个信仰是怎么样可以帮助我 帮助中林老师 这群孩子需要被帮助 只是靠老师不够 因为老师也会软弱下来 也会无助的 也会有情绪的 但是上帝可以帮助 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之前仲雷哥你说 你从事教职的工作18年了 我觉得教师的工作 真的很需要坚持 因为大环境的确是顺喜万变的 有很多的情况都不如人意 如果有一个老师来告诉你说 他交不下去了 他是去热情了 你会想对他说什么呢?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在一年半前 我在系纸区的保长国小 准备要接任总务主任的工作 校长指派我接下这个工作 接下这个任务 其实我非常的排斥 甚至恐惧 晚上睡觉其实还会做噩梦 我从过去的师范学院的训练 也不曾有训练过总务方面的行政工作 所以我非常的排斥 我甚至跟校长说 我想要规见回我原来的服务学校 校长说 不可以 也不可以走 不可以走 我就觉得很为难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校长 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跟我说 不要找逃避的理由 要去找解决的方法 的确是这样子 我觉得主耶稣 他也没有再找逃避的理由 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大可可以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不干了 我要回天上去了 我干嘛钉十字架 这罪又不是我干的 我干嘛替所有的人承受这一切啊 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子做耶 他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什么样的方法 就是以身作者 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老师会遇到低潮 我也曾经遇过 我也遇过很多所谓的困难吧 虽然这些困难 因为每个人对困难的定义 还有所能够承受的压力不尽相同 但是我们可以找出解决的方法 这个解决的方法不单单只是靠人的方法 需要有信仰的力量 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在基督信仰当中呢 因为我所信的神是一位活生生的神 是一位真实的神 即便眼不能见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的 这个信仰要信了之后才知道 才能够感受到这位神 还没有信 不愿意信 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我真实的感受到上帝 在我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帮助我一辈子 是是 人哦 按照天然人 我们天然人 遇到困难 我们都会想说 我要怎么找别条路把它绕过去啊 或者是我就不要去面对解决它 不要触碰它 但是这个信仰教导你 我们要勇敢往前走 是 那相信上帝会为你开道路 对于现在很多的人 也都在找寻他的人生方向 你觉得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依靠着信仰 你找到了一条你可以去发挥的一个舞台 可以走的一个道路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呢 盼望他们也可以找到他们的人生方向 我在自己的工作职场上面 我非常的享受当中 我觉得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 家庭生活 他如果只是认为这只是尽一个责任 其实做不长久的 需要享受 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压力 或者是人家给你的一个重担 那要怎么样去享受当中呢 信仰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因为你所做的不是为别人而做 坦白说也不是为自己而做 你所做的一切 对于我的信仰来说 我是为上帝而做 那为什么我要为上帝而做呢 因为我是从神而来 我是从上帝而来 我相信神创造了我 让我在这个世界上 就不会白白而来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总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每个人的生命有长有短 每个人在职场上各不相同 家庭也没有一样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多元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各样不同的地方 见证上帝 享受生活真的是就是融入在其中 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享受跟小孩子相处 有些人不喜欢小孩子 所以就不愿意生孩子 所以少子化的问题就越来越重 但是我喜欢孩子 我享受孩子 我难道是一开始就喜欢孩子吗 不 我没有一开始就喜欢孩子 我如果一开始就喜欢孩子 我当初就直接就填师范学院 来教小孩就好了 我不是一开始就喜欢孩子 我是因为我生在当中 我就开始要享受当中 我在当中我就不要逃避 我要去享受 享受孩子带给我的乐趣 享受我跟孩子的故事 有些老师会跟我说 哎呀同学的状况真的好多 好想掉效 好想这个班赶快结束 就换别人去接 不 这些特别的孩子 一定有特别的故事 特别的故事 我们就一起去经营 要享受那个故事 我很喜欢一节经文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如果不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今天不会有这样子的生活 我今天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不会是今天的中灵老师 就是因为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的生命有盼望 我的人生有很多的故事 这些故事其实就是 主耶稣和我在一起的故事 是 怎么样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 其实我们只要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他就愿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是 钟灵哥今天非常地感谢你来到 《云彩飞扬》 分享你宝贵的生命故事 谢谢英如 《云彩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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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当谈到学生 谈到他的教育理念时 我都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心里面的那份激动 上帝的爱激励他 让他选择做一位传福音的老师 帮助这群孩子找到生命的出路 他每一天享受和孩子相处的时刻 正如圣经的彼得前书第五章二节所说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全阳 按着上帝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一个人怎么能做到甘心乐意的付出 愿意去承担别人眼中吃了一部讨好的事呢 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一份爱 是来自上帝的爱 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也是蒙上帝的拯救 保守 也是蒙上帝的带领 我真心的盼望 听听陈中灵的生命故事 也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觉得生活不顺利 有许多的难题 让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 没有办法甘心乐意付出的时候 我深愿慈爱的上帝 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的生命 我愿上帝恩典的手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带领我们走向充满盼望的人生道路 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已经取得陈中灵的同意 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 福音见证宣教事宫 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CD 如果你想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 你渴望自己的生命也能够来经历 上帝的拯救和改变 英如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 就问圣经函寿课程 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 帮助你透过圣经来认识基督信仰 你可以借着寒寿或是网路的方式来学习 而如果你想要参加 就问圣经寒寿课程 或是索取陈中灵的故事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 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 方便上网的朋友 欢迎你多多使用 就恩之声的网站 你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 和其他的好节目 节目最后感谢播种音乐 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 所提供的诗歌 英如祝福亲爱的朋友 每一天蒙上帝的保守与赐福 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 拜拜 我是空骨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万西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看喜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能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一万西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有人曾经多彷徨 有人曾经告诉我 告诉彼此正在寻找我 还能够满风波 我又不怕少能够一创 我心中的快乐 我又见到的太阳 我心静静跟飞翔 我曾还要站来到 朋友你已经在哪里 四处奔跑和适宜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曾满足心无数 我心中的快乐 我心中的快乐